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提到的一些观念啊 那你可以自己在翻书 我们主要是 主要 因为你们自己看书也许做不出来 那我们主要的 目标就是教你怎么做啦 因为有些同学 看书做不出来 那我就最重要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 把书里面的范例 教你怎么做就对啦 还有呢 从书里面 他可能方法 我是觉得不OK的方法 那我把它改成我觉得比较OK的方法 可能 当成基本啦 不然的话自己要找一些 教材 恐怕蛮辛苦的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延伸上学期的东西 把上学期的东西 拿到这学期 也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因为 这个Jungle主要就是让你 在那个网页上面可以看到 你要看到的东西 并就是架设一个网站 那架设网站就是除了电脑上可以看 手机上也可以看 反正只要放在网络上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很方便存取 也就是上学期 Python 只能够在我们电脑上执行 RUN出来而已 但是这学期的话 可以 再进一步的延伸出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 再来看一下那个刚刚 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 最后我们上礼拜 这些都已经RUN过了 Python Djungle 安装 然后Eclipse Eclipse 外挂 这些 如果细节 不太清楚的话 请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再来就到这边了 Eclipse怎么样 你 把它打开之后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Eclipse 跟Python 目前还没有连在一起 你必须怎么样 把他们连在 串在一起 告诉他说什么 你的那个环境放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记得开启Eclipse之后 Velcom先关掉 他就会 打开这样的环境了 OK 不过你们可能会比较紧张 因为有些同学 如果没用过的话 会对这个环境不守 不过上学期有上 应该对这个不陌生的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 记得 设定环境 设定环境 设定环境请你在 Windows 这个 Preferences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把它点一下 不过上学期 我们是用中文版 中文化版本 那这学期我是没有 把它中文化的 不过你们大概记一下 顺序 其实如果你要把中文化 也不会很困难 只是说我好像没讲 不过我之前在教 那个Android 就是手机App的时候 有讲过 不过我们暂时也许 先用这个版本 还是说 需要两个版本吗 还是统一一下好了 不然就 现在比较流行国际化嘛 是不是 所有东西都国际化 一般 环境里面还是 习惯上还是用英文的啦 不说这样 以后老板会管你用哪个版本吗 其实也不会啊 你写得出来就好了 所以 不一定要拘腻啦 好那 接下来就是Windows 这个选项的地方 设定地方记得 请你再 做一件事情 跟上个学期 一样 在这边有个 PyDif PyDif里面 会有一个针对你的那个 Python 你的Python 的目录放在哪里 你目录里面会有个Python的执行程式 也就将来我要 Eclipse要把 你写好的程式 丢给 哪一个 Python执行 那你要告诉他说你的Python放在哪里 所以呢 请你在什么呢 这个地方 所以这可能也要考一下大家记忆力 这边 这边对不对 进到这里 往下找一下 PyDif 然后呢 找一下什么 Interpreter Interpreter 这个 然后呢 把它点下去 理论上呢 你 这边呢 再展开 还没有 展开之后的话呢 还有一层 叫Python的 这叫Interpreter 这边呢 所以 这要好几层 Windows 这个 进到这边 再到这边 再到这边 那记得 因为我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里面呢 记得你要有东西 也就告诉他说呢 你的 Python 目录 里下的那个 exe在哪里 所以我先把它做remove好了 remove一下好了 重来一下 new一下 告诉他说 Browse一下 我那个目录是放在 我低碟底下的这个 Py32这里面 找到他就对了 主要是告诉他说你的Python的执行程式 放在哪里的意思 OK 那他就会帮你找到 并且呢 直接怎么样 帮你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他也会顺便去找一下 在Python的执行程式里面有哪些 他需要的韩式库 Library里面呢 他就会全部帮你引用进来了 这样子的话呢 才叫做Equilibet 跟Python串联 这个部分 这个步骤呢 一定要做 如果你没有做 而且 OK 找到 OK 他会自动去 找一下 你的DL在这里 你的Library在这里 是不是 还要他把Jungle也找到了 按OK 这样子的话呢 底下就全部 帮你引用进来了 那你就是同意一下 然后呢 这样环境就Ready了 不过我顺便讲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 在D跌底下 一个Jungle 一个Python 所以如果将来要做懒人包的话 变成要分两个目录 有没有 两个目录要分 要变成你要下载之后下载在一起 把它麻烦 所以我干脆 我的习惯上 干脆把这个Python 怎么样 搬到这里面算 有没有 因为 干脆以后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包成一个懒人包 放在云端上面 不过这个已经使用了 先把它再取消一下 记得从这边 先把它remove一下 然后 然后 把这个先搬到里面好了 那特别主要如果把它 把它复制过去 如果我把它设定 我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那以后你要找的那个目录 那个 你的Library就要在 这个里面去找 那将来 如果测试成功之后呢 我会把 我做好的这个环境 会帮各位压缩成一个 压缩档 然后呢 放在云端上面 如果你们之前做不成功 没关系你就把我这个下载下去 下载到 你的第一点解压缩 那解压缩之后的话 你还是要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你的 因为我刚刚是把那个什么 这个Python这个环境 丢到里面 所以将来 你只要打开 Equibus 第一件事情记得怎么样 去找到你的那个路径里面 这个这个路径 记得new一下 是在哪里呢 我是刚刚把它丢进来 所以 在 这个里面 的 这个 这个 Equibus 目录里面的这个目录 把它点一下 按开启就可以了 他一样会找到 刚刚那些 函事库 然后把它引用进来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 直接把 Equibus跟那个Python 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里我想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设定的环境是在那个 另外一个目录 就是我把它分成两个 那我现在把外面那个搬到里面好了 也就是我全部放一起好了 反正以后呢懒人包这样包起来 以后你们如果下载我懒人包 解压说 你要记得 Python在这个目录里面就好了 Jungle也在这个目录里面 反正都已经装好了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连结他 找到刚刚那个路径 记得那个路径是在 Python 这个 找一下 他的Python在这里 PyDiv 然后这个 这个 New一下 找到我们刚刚 记得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搬到我的 Equibus Jungle目录里面 那找到他 直接找到他的Python执行档 开启就可以了 按OK 他就会帮你找其他的韩式库 那一样按OK 接受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恭喜你 你就等于是把 Equibus 跟Python 串接在一起 也说你 反正每 第一步一定要这样做 不然的话 如果即便你做对了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之前上学籍同学是 没有 这一步没做对 一直行的时候 发现什么 那个程式 即便你程式写 写完了 也没有错 但是他就没办法执行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 Equibus 找不到 Python 因为他两边是分开 你只是利用 Equibus 帮你 写程式 但是你要执行程式呢 还是要 找到Python的那个 目录就对了 好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还要再做第二件事 什么事呢 因为 我们上学期有特别强调 就是 因为呢 这开发环境 他预设的环境是那个 MS950 就是 那个 等于是我们现在用的BigFi 就是微软的那一套 那请你特别注意要把这个环境的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UTF8 那UTF8的话呢 要在哪边改 请你在那个 这个一样的那个 刚刚的设定里面 Windows里面这边 设定 找到 General 一般 里面也叫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 就是工作环境 那记得他预设的环境是那个Default Default指的是预设值 预设值呢是MS950 原来这边要记得找一下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底下这个 Other 那因为我们上学期 上课都有特别强调 请你用哪一个 对没错就这个 反正呢 上学期好像特别强调 反正你会有乱码 不就是你 用到UTF8但是显示是MS950 要不就刚好两个颠档 反正两个match的话 那基本上呢 就不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如果避免 那个乱码啦 尽量就是直接用UTF8就好了 OK 然后按 这个 这个 同意然后 并且把它关闭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 就完成设定了 那这个环境呢就OK了 那我要怎么知道 他是OK的呢 其实 我这边好像云端上也有那个 就是把 那个Python的 执行档跟韩式库加进来 另外的话底下 这个就是 如果说我要去测试的话 那我就新增一个专案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一个新增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就是TestJungle 比如说我今天要测试一下 那我确定有没有成功的话 怎么去测试呢 一 请你先新增专案 那新增专案的话呢 特别注意啊 请你在New New这边他 这边应该要有个Jungle的project 不过目前这边是Java 因为 我们下载的时候是 主要是开发Jungle 开发Java 只是我们本来改 所以呢要怎么做呢 请你找到Other 其他的 新增专案里面的Other 然后呢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边有个PyDiff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个Jungle的专案就在这边出现了 所以这边是有 你可能要选 New一下的时候呢 找到Other 其他的 然后呢 Jungle的专案就在这边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下一步 然后呢 给他一个专案名称 专案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Test Test Jungle 或Test 假设简单一点 Test 测试 那其他都不改 不过一般会改 不过一般会改这个啦 要不要加一个 Create的一个Source好了 一般是 顶多是改这个 Create一个Source 的Furder 这个Source的Furder 它会 自动帮你加一些需要的东西 OK 好 这个改一下 这个改一下 其他都不改哦 按一个NAS NAS 然后呢 再一个NAS 这其他要不要 参考的其他专案不要 然后呢 其他的话 就Finish就好了 这个这个是资料库啦 目前我们还是 不太 它会自动帮我们加一个资料库 好 Finish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我们就已经 建立了一个 这个专案 它会跳出这一个啦 这个就 Remember好了 这个就 我们怎么 这些相关的 把它OK好了 Open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已经产生一个专案了 那这个专案里面 大概就是多一个Source 其他大概就这样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测试 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做的动作 里面确认一下 这个 刚刚主要改这边是 Geno这边有Workspace 然后 刚刚这个地方改 再来就是 New一个新的专案 专案的话 从Other这边找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